大家好,我是新房测评up主摩都小房地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讨论 徐慧滨江新开的上海湾豪亭 各路博主的标签大多数是小户型 一线15米将近,绝区房等等 那么这次我们就来对这个传说中的小户型豪宅楼盘 做一次测评吧 这个项目位于徐慧滨江板块 东安路与龙城大道的路口 就是这次楼盘所售的15号楼所在位置 前段时间香港之地排下了300亿帝王就在马路的对面 作为内环之外 与陆家嘴、徐家慧同级别的CAZ区域 注定了这个板块土地的稀缺性 来到寿楼处这人山人海的 我不禁感叹现在的新房市场是真的火热 本次户型有62平的一房 119、122的两房 以及120和128的三房五个户型 从户型图来看 这次的户型是真的不咋地 也不知道设计师当时是怎么想的 62平的一房 十二八斤的卧室都没有 119和120是特色的多边形图型设计 加上偏转的朝向 我真的很难想象 之后住户的居住体验 这种房子你要是买了自己住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去上海电视台 找梦想家栏目组 给设计师出出难题了吧 来到外面 露盘的外立面倒是不错的 简约的米白色设计 显得特别高大上 图型朝向嘛 只有120平的三房是正向朝南 其余都是偏向 至于15米的将近 你可以通过视频看到 貌似并不像广告说的那样 本次售卖的部分户型 也是有被遮挡的 而且小区变得大块空地 后期是如何建设 我也不得要知 至于将近嘛 你们自己CC 目前呢只能说是都市生态风吧 套方面 附近的宛南实验幼儿园 是区内比较重点的公立幼儿园 小学项目前期对抗的是冬二小学 算不错的小学 但要说是学区方呢还是有点牵强 商业部分除了小区旁本身的配套外 附近的绿地缤纷城 石光里 以及未来香港之地的大片商业开发 可谓是堪称顶配 毕竟这里未来是要对标香港中华的 此外 徐汇滨江沿线的滨江步道 各类开放活动空间 沿线的龙美术馆等文化艺术空间 也为它的价格带来了附加值 总而言之 我的答案是很明确的 房子呢是幸福的承载 请不要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 如果你是一个务实的自住者 或者是对生活质量有所要求 那请你再等一等 如果你是想要投资房地产 或者预算有限 但依旧享受那种 因为住进豪宅区而带来的满足感 那你是值得拥有 以上是我个人的测评 感谢各位粉丝的持续关注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